測忍之心 人皆有之 人之端也 政府對於臨想 或者因為自己父母出了問題 或者做事的兒童照顧 非常缺乏 剛才文建聯有一位律師在說 到底有什麼新的事情 我不知道蔡學年副局長知不知 下一年就增加4100個位 淋淋總總 你想想 這個是不是杯水車身 可不可以足夠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也不用廣大葉紹輝去做 你問一下這裡的人就知道了 你看還有一個也是帶著一個女兒來的 我當議員的時候 問這個政府 你為什麼不做好一點 不行的 梁議員 我們資源有限 我們提供不了 林鄭月娥一上台的第一個得證 就是減你得稅 你做生意 頭過200萬 減一半的稅 即是我們已經是16.5 現在呢 頭過200萬的企業 如果賺到錢的呢 就交少一點稅 交一半 喂 我正式和你建議 副局長 你麻煩有空跟林鄭說 包容一下小朋友 不要精英心態 不要雙重標準 那些人要納稅的 頭過200萬 你收少一半的稅 是甚麼根據 我都不明白 你現在政府經常說不夠錢做事 文憲 她都是保皇黨 我都覺得那些人工太低 那些所謂自願的社區的保母 低到沒有誘因 低到沒有朋友 你拿錢去做些事就能解決問題 你直接 人家也沒有叫你減稅 主席 8.25 的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稅率 你這個政府做甚麼 僭建的 打地道戰的 又有 打地雷劍 扔些東西到別人那裏 又有 活黑別人大律師公會又有 我現在正式和你說 蔡佑副局長 你叫林鄭月娥收回減稅的 承命將那些錢 撥過來做這個幼兒基金 這樣你剛才起身為臨不想物哀 就有些意義 叫他祈禱 聖經教是甚麼 聖經教別人就是說 耶穌來到這裡就是把那些窮人的東西給他們 五餅二餘 你們政府不是 你們都是教徒 祈禱一記就能不能想 不要減稅 不要以不足奉有餘 沒有問題 就要 中文都會被擁有 路哪兒 就是 那個快樂